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 我们来看 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 必得成就世界不是因律法 乃是因信而得的义 如果你可以化线来著名的话 那我要你把重点放在这个应许还有信心这两个字 我要跟你分享五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要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活出亚伯拉罕给我们的应许 让我们怎么能够完完全全体验到亚伯拉罕的祝福 所以来化线在这个应许这个字还有信这个字 第十四节 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裔呢 信就归于虚空 应许也就废弃了 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 所以人得为后裔是本乎信 因此就属乎恩 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 不单归给那属乎律法的 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 我现在要你来看这个重点就在第十七节 这里说到亚伯拉所信的 是叫那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 祂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 如经上所记 我已经记你做多国的父 现在我要你画现在这个字 是那叫死人复活那个叫那个字 神他说呢 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 所以这是第三个字 第一个字是应许这个字 然后信信这个信的字 然后是那个叫那个字 第十八节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 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做多国之父 正如先前所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第十九节说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 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 如同已死 萨拉的生育已经断绝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这里说呢 亚伯罗汉 他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大家来把这个重点 放在这个第二十一节 Being fully convinced that what God had promised He was also able to perform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Underline the words fully convinced 现在你要来画 画一条线在这个 满心相信这四个字下面 verse 22 now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 And therefore it was accounted to him for righteousness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verse 23 Now it was not written for his sake alone that it was imputed to him 这里说呢 算为他义的这句话 不是单为他写的 but also for us 也是为我们的 also for us 也是为我们而写的 It shall be imputed to us who believe in him who raised up Jesus Our Lord from the dead 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 写的就是我们这 信神使我们的主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 He was delivered up because of our offenses and was raised because of our justification 第二十五节说 耶稣被交给人 是为我们的过犯 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Underline the fifth one 现在我们来为第五个字来划线 not written for his sake alone verse 23 就是在第二十三节里面说的 不单为 不是单为他写的 but also for us 第二十四节说 也是为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